玉璃症清洁队27号的上午 特别来到靠近玉璃菜市场附近的 陈宫街等路段进行消毒 清洁队长表示 这段期间常有午后雷震雨 又晴朗高温的不稳定天气 最容易产生积水以及淤积问题 也会有病眉纹之身的影响 所以每一次都会在个里进行消毒的作业 这是因为有民众反应 常常看见蟑螂出没 清洁队一早就派出人力进行消毒 早上8点多 玉璃清洁队员来到靠近玉璃菜市场附近 进行消毒 清洁队长表示 近期内常常收到民众澄清案件 所以特地加强派员消毒以及清除自身员 今天的消毒工作是针对我们水沟 水沟内的蚊虫还有蟑螂 那因为我们最近我们这里的 城宫街跟附近街的附近 因为有委外去清沟 那清沟完毕以后 民众发现说这里附近的 那个从沟内跑出来的蟑螂 跟那个蚊虫 已经就是蛮多的 那所以他有跟里长反应 那里长有向我们工作反应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做 那个水沟的那个 所有的沙虫的工作 针对社区的水沟进行全面性的消毒 清洁队持续针对全镇进行 林里喷药消毒作业 也早在五月份起 启动夏季喷药频率 每里从每三个月喷药一次调整为 每两个月一次 执行林里全面喷药消毒 清洁队长表示 这段期间常常有震雨后 又晴朗高温不稳定天气 最容易产生积水以及淤积问题 也造成蚊虫滋生 虽每季都会在各里进行消毒 但是也要呼吁民众 也要注意家中环境 以及户外的整理 共同来为社区环境 建一份心理 记者高雄雄 玉里采访报道